守护大哥为什么会被拉黑 你被拉黑了吗 你和他现在的关系怎么样了呀 你知道为什么你辛辛苦苦 守护了这么长的时间 却落得被关进小黑屋的下场吗 今天我明确的告诉你是因为你错了 你做错了两件事情第一件 你不应该独官独宠 即使不是独官独宠 你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和硬朗 都给了他老祖宗有句话 叫做生米恩斗米仇 你给的越多 他越觉得理所当然 你付出的越多 他越不把你当回事 是因为他习惯了 习惯了你的给予习惯了 看不到你的好认为那都是你应该做的事 你把他的胃口养大了呀 如果说哪一天你因为各种原因 不能够再给他了 或者说你给了别人一点点 他就会不高兴 他只会记得你现在的差 不会记得你曾经的好 你做错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因为过多的私聊 一切的暧昧都是从私聊开始的互动 才会产生感情 才会让两个人越走越近 你可以跟他无话不谈 甚至可以产生依赖产生感情 你自以为他也是这样对你坦诚相待的 但是你错了 他跟你说的只是你想听的 只是维护 并不是奔赴所以你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 而他的一切你又知道多少呢 是因为他了解你 所以才可以拿捏你 是因为你付出太多 所以说你才会受伤越重 这回你明白了吗 你知道你错在哪里了吗 好了不说了 开播剪大哥去了